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们经常说起一个人 只说他是一个好人 那便是什么也不必再多问了 所以我们会认为 好人是这个世界的慈悲 今晚云公子就把这篇文章读给您听 尖酸和刻薄不一样 尖酸的人不过是说出的话锐利 而刻薄至深是事情做到最后会让人觉得累累 但还不至于是坏 因为二者皆无预谋 只在当下的一刻觉得不合己意 于是崩发了人性深处的恶 这样说的意思是 我们有时候也会变得尖酸刻薄 也会在某一刻失去了人情的温度 但是没有一个人想说自己的坏 因为我们原本是好的 真正意义上的坏人 是本质上善于灭 恶从生 他们对人的伤害蓄势已久 欲谋已深 于是这个世界才有了暗箭 有了冷枪 有了所有的防不胜防 人生路上如果只是路过几个尖酸刻薄的人 你要告诉自己 你是幸运的 因为一条狗最多费你几嗓子 你冷眼相对后 即可从容走掉 若是遇上一匹豺狼就不一样了 你得使出浑身解数来招架 也许他最终吃不了你 却耗掉了生命的全部 做了一件好事 不要苛求对方能看到 能感知得到 任何苛求本身都不会生欢喜 只会徒增烦恼 因为眼巴巴地盯着一个人 盯着一件事 本身就会让你的心架在半空 若再得不到回馈和反响 半空的心就会徒生寒凉 你所要清楚的是 有时候有人感知到了 只是没有喊出来 就像邱以身 你关掉了冒失着打开的电扇 那个在电扇下冷得瑟瑟发抖的人 深情地看了你一眼 这一眼就是对你这份慈悲的感恩 你去坚持你的好 因为好是你的本性和本性 不能说这个世界有好多坏人 你就不去做好人了 你会发现 坏人的事你想不到也做不出 看到这个世界的坏你都会痛苦 若你变坏了 将会使自己更加痛苦 你耐不了这痛苦 是因为你原本慈悲 好人是行走在这个世界 永恒的慈悲 也是这个世界最后的温暖和希望 不得不承认 钻营的人比本分的人 在实现目标的路途上 走得要轻松 漫长的路变短了 复杂的事变简单了 艰难的过程变容易了 这就是钻营 给予钻营者的意义 看起来一切都易如反掌 其实呢 他们在另一条看不见的路上 却走得艰苦卓绝 这条路就是新路 也就是说 别人在名处劳行费神的时候 他们在暗处上惊动骨 谁也不比谁容易 区别是他做的事你做不来 你做的事他不屑做 你厌他奸华 他笑你呆傻 也就是说 彼此原本就不是一路人 既然不是一路人 他玩他的 你玩你的好了 一个人看清了 就容易平衡 平衡了就容易平静 平静了就容易平和 你不是一个喜欢走心的人 就让愿意走的人去走 不必去管别人 走到了哪里 走得如何 你不钻营 却为钻营的人 活得春风得意而闹心 就真是应了一句话 人家在吃 你在自讨苦吃 人家走路 你却走投无路 人太折腾了 终会被折腾所伤 事太急功近利了 终会被急功近利所败 道理很简单 造容易乱急 急机会亏思 该按捺住的 按捺不住 就会乱了方寸 方寸是什么呢 就是一张一持 一缓一急 能收能放 就是一种 内在的节奏感 和平衡感 但是 当这一些被欲望追逐之后 就会变得 张有余 缓不足 收太过 最后 自乱针脚 有时候 说败在这里也好 败在那里也罢 归根结底 都是 败在欲望上 好多人 一辈子 不是在伺候哪个上司 也不是在伺候自己 而是 在伺候欲望 没有谁 能真正意义上 舒服你 控制你 但欲望能 欲望得寸进尺 你只好 方寸减乱 能安静下来的人 太少了 想一步登天的事 太多了 车马欢腾的城市 叫热闹 人心浮躁的世界 叫喧嚣 热闹与喧嚣隔着的 恐怕就是 鼓荡着欲望的 人心 如果一个人 没有欲望 也就少了 进取之心 但欲望过剩 则会成为 欲望的奴隶 而丧失了自我 所以 时时服侍我们的内心 让它保持平静与清澈 引领着我们 去寻找 生命的真谛 好了 感谢您收听我的分享 祝您 晚安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